与此同时,影响美国政府大约四分之一运营经费的临时拨款议案,星期五就要到期了。 政府上个月创纪录的部分关闭35天,目前正在努力避免再次关门。 成千上万的特朗普的支持者,星期天在边境地区会集,筑齐一道人链,要求修建围墙。 我们在这里是要让民众注意这里没有围墙的实际情况,我们必须确保国家安全,同时确保边境安全,让所有这些人都能在和平中生活。 因为所有通过这里进行走私的毒品和人口贩孕都不会在这里发生了,他们必须另找地方。 在美国南部边境,筑建隔离墙的经费问题依然是目前纠纷的焦点。 特朗普要求为此拨款57亿美元,民主党人显然准备提供一些资金,可数目远远低于总统的要求。 特朗普拒绝排斥政府再次关闭的可能性,如果他不喜欢国会达成的边境安全协议,就可能再次让政府关门。 美国之音,格林报道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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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,美国之音,格林报道。 对曲、美国人从许武创, combine臨。 好